金控公司到底能不能够有比较好的配息 其实是要看你的未分配盈盈 还有其他权益 简单来说未分配盈盈就是 你家底比较厚 至少你去年前年赚得比较多 加起来为正的前几家的银行 包括富邦金 元大金 兆风金 低金 中信金 还有永风金等等 我们就按表超客买这几档 刚刚所讲到 这两个数字相加如果是正数的 就是配息底气是比较厚的 下面这些加起来仍然是复数的公司 大家也不要太烦恼到睡不着觉 这边金控公司真的公布股利政策 是不如预期的 把股价往下打下去的话 那就是我们就逢低层接了 所以其实跌下你才能买更多 那这中间其实配息往往就是一个 可能短暂的利空 反而让股价打下来的话 一来大家可以买更多部位 二来说不定在除息之前 股价就已经先涨上去 你又有额外的价差空间 我会说不定在这边